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要继续讲 营养学的微量矿物质的部分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教学大纲 会介绍铁、铜、蒙 会介绍铁的含量和功能 铜的含量和功能 蒙的含量和功能 那所以我们的教学目标 就是要让大家认识并且了解铁的含量和功能 或者是说我们会认识到铜的含量和功能 接着我们也会认识 了解到蒙的含量跟功能 那在微量元素的部分 我们说人体的组织中的化学元素 含量为体重的0.01%以下 那么就称为微量元素 可以分为必须的微量元素 和非必须的微量元素 那微量元素有各自的特殊功能 是生命不可或缺的 必须的微量元素有14种 就是包括了心、喜、铁、蒙、蒙、蒙、若、孤、木、佛、点、虐、凡、归、西等 这14种 那当身体微量元素不足的时候 生理微量元素不足 会有引起身体的一些功能 会有降低或者是受到损害的现象 比如说当酵素失去了这个微量元素的时候 那么这个酵素活力就会下降 或者是就会丧失了它的酵素活力 那在肝脏跟心脏的组织中的所谓的SOD 那就是说这个酵素还会有这个分解有毒的过氧化氢 并将健康的氧虫从身体里面释放出来 肝脏跟心脏的组织中的SOD 它叫超氧化物的一个奇化酵素 它的浓度呢比一般的组织会高 就是在肝脏跟心脏的浓度比一般组织高 它是具跟那个抗氧化物 还有代谢率的一个之间很确实 确实的存在的一个有密切的关系 它的一个就是跟抗氧化物跟代谢的情形 跟这个酵素的比值有一些相关性 它的密切度很高的 那一般来讲老年人长期处在微量元素不够的时候 会很快的加速它的衰老 像SOD在决定某种比较大的一个 比如说年龄的这种受限啊 或者是说延长衰老的一种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也就是说当这个SOD在身体减少的时候 那么就身体就会出现衰老 那这个跟微量元素的不平衡有很多的相关性 那老年人的酵素里面 它的内脏可能会 它的酵素里面呢 会有铁啊 锡啊 钙啊 鲜 猛 锣 锡 菇等这些含量 也有可能很明显的是长期处在缺乏的状态 也就是说这些微量元素缺乏的时候 就会有衰老的现象产生了 那人体的微量元素不够的时候 常常带来的免疫活动的活力呢 就会很降低 明显的降低 会加速了衰老过程跟发病的 会有一些产生发病的现象 那有些酵素呢 在体内有特定的功能 它的酵素的并不是完全都是一个 一个酵素所完成的 那可能会受到酵素的改变物质的呢 也有又称为这个瘦值 那也就是说 酵素在作用的过程中 还会包括有其他的物质 叫做瘦值的部分 那也是会有影响的 那这些呢 微量元素的不足 都是带来了免疫 免疫的一个活力的降低 那有关身体的一个酵素 它的辅助因子 可以是金属离子 体内有许多都需要靠酵素 有许多的反应都是需要靠酵素 比如说 身体必须制造足量的酵素 来执行消化的功能 制造正常新陈代谢所需要的酵素 可能会有不足的一个现象 那酵素的辅因子 可以是金属离子 也可以是小分子的有机化合物 那对于酵素 有些呢 是很明显的 就是有金属离子 酵素含有一些金属离子 像钾 钠 铁 铜 或者是铅 铁 这些离子 那这些金属离子呢 带有强烈的正电荷 可以填补到某些蛋白质的一个适当位置 那跟 跟所 跟蛋白质本身的带复电性的氨基酸的一个集团结合以后 不但会使得蛋白质上面带的金属离子 做个一个结构上的改变 就是蛋白质的构型 它的结构的改变 而因此 它的整个形状 酵素的形状也会有所改变 而至于酵素呢 它的活性呢 就会跟着有所变化 那这个微量元素 在我们身体呢 需要量是非常小的 也就是说 这些矿物质在我们体内含量本来就很少 需要量也很少 那所以称为微量元素 那这些微量元素呢 有时候呢 过量的摄取 就有可能产生中毒的风险 比如说铁 铁本身的功能 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铁元素呢 它在我们身体最大的作用 就是参与我们酵素的呼吸作用 跟氧的一个传递有关 那它的成分 就是红血球里面的血红素成分 或者是说肌红素的成分 所以在细胞内的一个细胞色素 都是利用铁 作为主要的成分 然后间接的呢 跟体内的能量呢 也会产生一些相关性的 那这个铁呢 在我们身体里面含量呢 大概就是说 有3.5到4.2克的铁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 主要的这个成分 那其中呢 70%的铁呢 都是存在在 红血球的血红素以内 那也就是说 当铁不足的时候 就很容易造成 缺铁性的贫血 因为就血红素的制造就不够 铁跟铜 都是我们的呼吸酵素 一个重要的成分之一 铁跟铜 都是我们身体微量元素 构成血红蛋白 跟呼吸酵素的一个 重要成分之一 铁是维持我们人体 生化代谢功能中的 一个重要成分 比如说运送氧的 血红蛋白 和参与能量代谢的 生化氧化过程的 一个酵素 细胞色素 煤细 这个铁呢 就是这个酵素的 主要的结构 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 血液的组成分里面 有55%是雪浆 45%是雪球 那这些雪球 包括了红雪球 白雪球 雪小板 那会生成所谓的 这个雪红素 雪红素呢 雪红 生成红雪球的速度 大概就是每秒呢 会有2.5乘以10的6次方格 它的雪红 这个红雪球的寿命 平均呢 大概就是220天 铁在身体 可以维持免疫系统的健康 所以当铁不够的时候 免疫系统的细胞 T细胞 就会含量会降低 而使得免疫系统 无法有效的运作 使得辨识 但是癌细胞出其证造的一个能力呢 就会受到影响 也就是说铁不够的时候 免疫系统的能力就会降低 因为会辨识癌细胞的T细胞会降低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 当铁过多的情况下 会造成血色素的沉着 也就是会变得色素变得很深沉 所以脸呢 就会变成有暗黑 铁青色的那个暗黑 那身体呢 将这个过多的铁 会储存在脑 胰脏或者是心脏肝脏 而使人体出现非常倦怠 关节疼痛 或者是腹部疼痛的现象 吸收铁过量的症状 就会使得这个铁过量 也会造成致命 因为吸收铁过量的症状呢 就会有比如说 肝脏的硬化等等的现象 就会造成铁过量 而造成致命的一个病症 那一般有所谓的嗅肝症 在稀有的遗传病例里面 有所谓的青铜色的糖尿病 就是属于血色沉着病 那它就是吸收太多的铁 而使得一个具有嗅肝症的病患 可能累积2到30克的过量的铁 存在胰脏肝脏心脏内 而引发这种重要的器官呢 造成退化 或者是硬化的现象 那这个我们就称为嗅肝症 那人体缺铁会产生缺铁性的贫血 这是最常见的 因为体内缺铁可以引起 大脑的供血不足 身体缺铁会产生缺铁性的贫血 而且还会影响听力 甚至导致耳聋 缺乏铁的时候 还会有目眩 心悸 气喘 疲劳的现象 铜不足也会影响铁的功能 那铁质的食物来源 铁食物的来源 最佳的铁质来源就是肝脏 那其次呢 就是牡蛎 还有贝类 鱼贝类 肝脏 动物的肝脏 肾脏 心脏 瘦肉 鸡肉 鱼肉 猪血 鸭血 或者是蛋黄 都含有大量的铁质 那一般植物性的铁呢 大概在干豆跟蔬菜呢 含量比较多 所以干豆跟蔬菜 是属于植物性铁 比较多的来源 那含有丰富铁质的食物里面呢 除了以上刚说的那些动物性物质 动物性的 动物的肝脏 内脏 以及肉类 猪血 鸭血 跟蛋黄 这些是含有食物的铁之外呢 其他还会包括 葡萄干 红枣 黑枣 叶绿树 犬骨类都是含有很多铁的 的食物 但是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动物性的肝脏 还有肉类啊 猪血啊 这些 蛋黄啊 这些 这些所含的铁 它的吸收率是比较好的 那铁的需要量而言呢 在每天的营养素建议摄取量 它叫RDNA呢 建议成年人 女性每天应该摄取15毫克的铁值 尤其在怀孕前 或者是怀孕后的护女 因为要准备 比如说胎儿的生长啊 或者是受辱时候所需要的铁 需要量比较大的时候 都是在这段期间都应该 在怀孕的期间呢 就应该多摄取这些铁 那青春期的男性 由于肌肉的生长快速 铁值的需要量比成年男性多很多 所以每天的建议量是为15毫克 但是另外要提的就是 停经后的护女 她的建议量就要降到10毫克 跟男生一样 不需要特别增加铁的摄取量 造成铁缺乏的因子 一般人认为 人体内发生贫血的时候 首先认为补充铁值来改善贫血的问题 因为造成贫血的原因 除了铁值之外呢 事实上不一定是完全 因为是缺乏某一种营养素所造成的 也有可能是失血过多 或者是外伤 或者是生产 或者是消化到溃疡 所造成的出血 或者是有寄生虫 或者是其他的药物 造成干扰维生素B12 或者是叶酸的吸收 或者是本身有溶血性的贫血 造成红血球的破坏太多 这些都是贫血的原因 所以不完全就是因为 铁值的吸收不足所造成的 那造成贫血的原因 虽然跟发生的原因 跟营养不一定有关 但是治疗的时候 都必须要借着补充营养素来达成 恢复营养性贫血的原因 所以最常见铁值不足 或者是蛋白质、叶酸、维生素C、维生素B6、维生素B12 或者是其他铜的不足 也有可能造成缺铁性的贫血 那铁的不足 可能是因为吸收的过程 或者是利用 都会影响到铁的缺乏 或者是铁的不足 因为人体对铁值的需求程度不同 铁值的营养状况 通常是要借着小肠吸收的改变来达成 因为维持体内的铁值的平衡 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 饮食中的铁值吸收力呢 只有10到15% 所以肠道要吸收铁值的比例 会因为人体缺乏铁值的变化 就是因为当缺乏铁值的时候呢 身体为了补偿体内不足的铁值 会常常增加铁值吸收的能力 所以呢 直到体内的铁值存量足够为止 那饮食中的铁含量 跟铁值的化学形态是相关的 食物中的营养成分 也会影响到铁值的吸收 那也就是说 铁在水溶性的溶解度 是受到PH的影响 最常见的就是离子钛的铁 比如说正二架的铁 就比较容易被吸收 因为离子钛有正二架 也有正三架 那铁的吸收跟利用 铁呢主要形成细胞内外 各种含量含铁的蛋白质跟酵素 血红素 鸡红素 铁流蛋白运送氧 或者是 立腺体产生能量 制造DNA的原料 会将铁的吸收跟运送 其中呢 其中呢就负责蛋白质 转运的叫做铁蛋白 这个transferritin 存在在血液中 它能够协助铁的运送 可以经由铁蛋白 这个ferritin呢 运送到细胞内 将铁的储存在肝脏 皮脏 或者是网状的内皮细胞 作为铁的利用 均由血液运送到 运送到各个组织内 所被利用 那人体的总含量呢 在男性是三到四公克 那骨髓主要呢 它的功能是造 造血 生成红血球肌肉 肌肉含有这个肌红素 还有各个组织呢 也会合成酵素 与各个功能性的蛋白质 这些都是铁的这个元素呢 会协助形成 那在人体铁的含量 明显的在男性呢 是三到四公克 女性呢 就一到两公克 所以铁的分布 在以及功能性的铁呢 是占了75% 那储存性的铁呢 是25% 当人体铁质制造红血球 如果是在能量供应系统中提供氧气 缺乏铁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贫血 那和氧的供应不足的时候呢 人们就会有这个贫血的现象 就是会有疲倦啊 虚弱啊 晕眩 还有呼吸急促 心跳加快 或者是心悸 脸色苍白 这样的现象 使得工作能力跟运动的 运动的耐力大为降低 以至于维持体温的能力也会下降 免疫力呢 就会降低 造成很容易生病 而且对于达到氧 不 氧部的这个氧 的量呢 不足的时候 会使得人的思绪 无法清晰 敏捷 而且很容易健忘 那铁的缺乏 在儿童的部分呢 就是发生在儿童的时候呢 就会影响到 儿童认知的能力 注意力 还有学习记忆能力 发生智能不足 和行为的障碍 运户呢 容易有早产 或者是新生儿体重不足的现象 那这个呢 运户铁值吸收量 如果减少 对于相对的 铁的吸收量呢 就会相对的增加 而造成千中毒的机会呢 就会大增 这是铁缺乏的一个现象 那孩童青春期 他们的成长速度非常快 身体会有快速长大的这种现象 所以需要的铁值会相对的增加 女性在开始呢 会有月经以后 血液的流失 会使得铁值的损失增加 怀孕的妇女 她本身身体组织呢 增加 胎儿的成长的需要量也增加 使得对铁值的需要量明显的增加 那对于哺乳妇呢 她是必须要分泌乳汁 所以需要铁值的量也是会增加的 那另外会产生铁值缺乏的贫血主群 包括了就是以上说的那个怀孕的妇女啊 或者是有月经的妇女 都是很容易发生缺铁性贫血的一个主群 因为人体啊 会先利用原本储存在体内的铁值 那如果饮食中的铁值 补充不足的时候 那就不足以供应消耗的时候 身体呢 所储存的铁值量会逐渐的减少 那铁值量 存量严重的耗解的时候 血红素会产生的量呢 就会减少 而使得血红素的浓度呢 降低 低于正常值以下 就会产生所谓的缺铁性的 贫血 有些患有慢性的腹血 或者是胃酸缺乏的 这些肠胃道疾病的人 或者是服用过多致酸剂的人 都可能使得铁值的吸收受到影响 即使饮食中补充铁值 也可能吸收不足 而造成贫血的现象 那这些影响铁值吸收的因素呢 包括了身体的状态 还有铁值本身所参与的这种化学形态 比如说来自肉类 禽类 鱼类 这些铁值 大概有40%呢 是属于血基质的铁 那其余是属于非血基质的铁 那这种血基质的铁 吸收率呢 会比较高 大约是15 那它的吸收率呢 其他的呢 像非血之质的铁 它的吸收率可能只有2到10%而已 那非血之质的铁值呢 它在通过12指肠跟空肠的前段的时候 必须要转化成为溶解性的一个形式 才能够被吸收 因此很容易受到饮食中其他的营养素 以及物质的影响 而血基质的铁 比较不受影响 因此在小肠中呢 就有一些特殊的血之质的结合位置 那其他的食物 包括了多分类 像非血之质的铁 在小肠的溶解度是决定其吸收率的主要因素 但是植物的食物 植物性的食物呢 所含的多分类跟植酸 多的时候会影响到非血之质铁的结合 而降低了铁的溶解度 使得吸收率呢 会明显的降低 那其他像咖啡 茶 这些含有丹宁的物质 也是会影响到铁质的结合 成为不溶解性的一个铁 丹宁复合物 而降低了铁质的吸收 所以当铁的量 即使足够 但是丹宁的量越多的时候 会抑制到铁质的吸收的现象 也就是说 他的丹宁量越多 抑制铁的吸收的就越强烈 除了茶 咖啡之外 其他的蔬菜 青草茶中也含有一些多分类 对于铁质的吸收 也是有不利的影响 那其他呢 植物性的 像植栓 它是广泛的存在在 全骨类 豆类 核果类 以及种子中 能够跟铁质做结合 会大幅的降低铁质的吸收 透过食品的加工技术 也是可以改善 黄豆所含的铁质的吸收 比如说 黄豆发酵 所制成的食品 像味噌啊 纳豆啊 天贝啊 它们都是属于发酵 作用后的这个食品 它呢 会使得植酸被破坏 所以呢 还用了这个葡萄糖酸 来当作凝固剂 做成的豆腐 那么铁质的吸收率呢 就会比黄豆粉高 相对的 如果是钙 钙岩 比如说这种石膏 含有一些瘤酸钙 那么作为您 顾忌所制成的豆腐 铁质的吸收就不会比黄豆粉高 因为钙质的量增加的时候 也会抑制铁的吸收 那维生素C是促进非血脂质铁的吸收力的一个强力的因素 那除此之外 像这个纤维素啊 因为它在全骨类 豆类 核果类 种子中 含有丰富的纤维 一般认为呢 对于铁的吸收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那对于维生素C而言 虽然在饮食中加入了核果 会抑制铁质的吸收 但是适量的维生素C 却是可以改善 骨类中直酸抑制铁质吸收的一个效果 所以维生素C是促进非血脂质铁吸收的强力因素 一般来讲 每天75毫克的维生素C 就可以促进吸收率 铁的吸收率上升到3到4倍 那一般来讲 牙铁离子呢 通过十二指肠以及空肠前段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被吸收 酸性的物质 像非血脂质的铁 在酸性 比如说胃酸的作用下 就很容易形成代二价的正电 可溶性的牙铁离子 那这个牙铁离子 在通过十二指肠以及空肠前段的时候 就容易被吸收 胃酸分泌不足的时候 或者是服用质酸剂 就很容易减少了胃酸的作用 而使得铁质的吸收率降低 那对于运输铁的或者是载铁的这个载体 在铁色素中有跟铁结合的很牢靠 但是呢 细胞在于一种称为输铁载体 它的还原酵素 这个酵素呢 会使得细胞内的还原剂 像是辅酸素的NADH 或者是辅酶的这个辅酶的二型NADPH 它是可以将铁离子还原成为牙铁离子 那牙铁离子是不同于铁离子 它在运输载铁 这个运输载铁铁离子的时候呢 这个铁的一个载体中 见解非常的弱 于是呢 便很容易从输铁载铁中解离出来 那在发烧的过程中 铁的关系呢 就是在一个所谓的一个 有一个学生呢 他叫做盖勒巴尔蒂呢 盖勒巴尔蒂发现呢 就是说发烧的时候 铁离子哦 在这个沙门氏菌里面啊 这个载铁的载体 它的合成工作 会随着温度37度C的升高而降低 也就是说 40.3度C的时候呢 几乎就不会承载这个铁离子了 那就证实说 沙门氏菌对于这个铁的离子呢 利用力就会降低 也就是说 发烧会使得人入侵的细菌呢 摄取铁很困难 而且经过实验来控制 冷血动物的体温 终于证实了这样的假说 也就是说 沙漠中的蜥蜴 受到一些毒菌的感染以后 体温呢 维持在42度C 要比38度C 康复的几率快 所以呢 要注射铁质 注射铁质 那它的死亡率呢 就会这个增加 那在温血动物的发烧现象 是一种滞味的作用 目的呢 就是要抑制细菌合成 这个输铁载体 来切断细菌对于铁的补给线 进而把细菌呢 就是活活的给饿死 或者是说缺铁的 严重缺缺铁的现象 这个细菌就会死亡 元素加离子 跟铁离子的这个大小很相似 如果冒充铁离子 参与铁的这个部分 来观察它的代谢过程 应用这种现象 也可以侦测到 这个人体里面肿瘤的部位 进而利用特殊的设计 来设计这个输甲载体 来消灭这个细菌 对于素食者的饮食中 因为它都是以蔬菜啊 豆类比较多 素食者它的铁质来源呢 都是属于非血脂质的铁 很容易缺乏铁的一种主群 那这种非血脂质的铁 是借用维生素C的增加 来增加铁的吸收率 每天呢 大概就是维生素C 摄取在75毫克的时候 那就维生素C 就可以帮助铁 形成可溶性的芽铁离子 那蔬菜跟水果中的柠檬酸 苹果酸 九石酸 乳酸 都可以增加铁的吸收 其中柠檬酸 可以跟这个维生素C并用 而形成所谓的加成作用 那对于天然的食物呢 进行铁质的补充的时候 铁质的摄取量 较不于过 较不会有过量的问题 不会产生所谓的中毒 铁过量而有毒性的现象 因为当铁剂浮量 补充铁剂浮用过多的时候 可能会刺激肠胃粘膜的出血 或者是血氧过少 代谢性的酸中毒 或者是肺泡 肺泡以及肝脏损伤 甚至于肾功能的衰竭 而且会在12到48小时内 就会产生死亡的现象 所以这个铁不可以随便的过量 如果长期处在高剂量的铁的 补充剂的情况下 或者是长期输血 会使得铁质不正常的沉积在肝脏 形成所谓的血色素沉着 会造成肝硬化的结果 那这个是铁质过量的一个问题 那铁质会协助自由基的一个形成 因为铁质会协助自由基的形成 进而促进了所谓的 周状性的氧化低密度脂蛋白的形成 对于心脏血管有极不利的影响 就会造成所谓的动脉硬化症 那铜呢 铜通常缺乏的时候呢 骨质的成分跟它的强度就会下降 因为铜是协助胶原的胶原素的形成 它是可以强化解替组织的 铜一般在成年人的每天的建议量是 一到两个毫克 美国人一般的饮食 每天是建议量摄取量是在50% 所以只有还有只有摄取到50%而已 所以呢 是严重的缺乏的一个现象 铜不足就会造成免疫系统影响 降低了对细菌感染的一个抵抗能力 这个肿瘤呢 也会比较产生很多的警戒性也会降低 因为铜是参与SOD的一个氧化酵素的合成 抗氧化酵素的合成 像SOD的合成都是需要铜离子 而且铜离子是强化胶原蛋白跟动脉的弹性 可以帮助血球的形成 铜跟铁它的量都必须要保持一个均衡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身体体内铁太多的时候 铜相对的就会减少 当铜太多的时候铁的吸收率也会降低 所以铜跟铁含量太低 那么身体就没有办法利用铁 会导致铁质的不足 所以铜是不能太低的 食物中含铜较多的食物有 肝脏类、肉类、豆类、坚果类、葡萄干、香菇 这些都是含铜比较多的 那铜的功能在我们身体呢 铜是身体的一个生物催化剂 是制造红血球不可缺少的元素 铜跟铁元素的缺乏均可以直接跟间接的影响 大脑的兴奋跟意志的调节过程 会影响到人的睡眠深度 导致失眠的状态 会使得铜产生缺铜的现象 产生了所谓小细胞型的贫血 接下来我们介绍蒙 蒙离子它是可以启动所谓的钛酶酶酶 或者是吸醇酶 还有去养核糖核酸酶 在微量元素中 蒙、落、喜、心、喜 跟高血压跟糖尿病的发生的发展过程 都有相关性 蒙跟中枢神经有密切的关系 蒙不足的时候 就会使得生殖器官发生障碍 或者是性的机能会减退 蒙参与SOD抗氧化酵素的作用 因为蒙参与SOD抗氧化酵素的作用 是有助于抗氧化或者是强化骨骼 并且能够参与强化免疫系统 解毒跟防癌的功能 蒙在骨骼 骨骼的矿化作用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蒙对于骨骼结替组织跟软骨合成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元素 骨质疏松症的妇女 发现体内的蒙含量非常的低 在动物的实验中 缺乏猛的一个食物呢 这样子长期的缺乏会造成老鼠体弱 以及骨骼 骨骼系统呢 密度会变低 也容易骨折 而且会产生经常性的骨折 骨质 在经常性的骨折跟骨质疏松症的妇女 他的提议呢 就是血液中 血液中猛的含量非常低 大概是正常人的25% 一般成年人每天的建议量 对于猛而言呢 大概就是10到15毫克 那食物中含有较多的猛元素呢 像坚果类、豆类、豆干、全麦、全骨类、菠菜以及茶等 都是属于比较多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今天的例题 例题一就是何谓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就是体内呢 所占的比例呢 是小于0.01%以下的这个元素呢 我们就称为微量元素 那包括像铁啊铜啊这一些 那铁的功能有哪些 铁本身呢 就是参与人体的那个氧化的一些酵素 都是还有血色素 这些酵素呢 可能含有铁的离子 那在骨骼啊 还有这个肌肉 还有内脏所含的血色素里面呢 铁占了很大的比例 所以呢 这些都是属于功能性的铁 那铁不足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对养的膝带呢 也会相对的会不足的 那铁质的食物来源包括呢 肝脏 肉类 蛋黄类 那在植物呢 就是豆类会比较多 豆类啊 芝麻会比较多 那促进铁吸收的元素呢 因素呢 有哪些 促进铁吸收的元素 包括了维生素C 还有那些 像柠檬酸 这些都是可以促进铁的吸收 那另外呢 就是在身体状况 就是需要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有 吸收率会提高 一般来讲是血脂质的铁 会吸收率会比较多 像肉类啊 蛋啊 这所含的铁 好像肝脏所含的铁 就比较容易被我们人体消化吸收力用的 那本单元呢 做一个总结 跟一个回顾 就是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单元 把铁的含量跟功能呢 都做了个介绍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单元 可以认识了解铁的含量跟功能 也会认 也认识了铜的含量跟功能 最后我们也把 猛的含量跟功能呢 做了个介绍 所以呢 这些铁 铜 猛的含量跟功能 都是我们本章的一个 本单元的一个重点 那以上 我们就做这样子的一个 总结跟回顾 那么